感谢主,我今天很兴奋,因为来到最后一课,不容易熬到三十六课 我相信能够跟我们一起上到今天的感谢主上帝给你圣徒的坚韧 因为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最难的就是坚持到底 所以你发现做门徒最难的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始有终 所以今天我很喜乐,因为不止今天门徒中心第一次的机会 我们今天很忙,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好像在预备我们要过年一样 大家喜气洋洋的 然后又加上今天是我最后一堂的合衣团队 所以虽然身体很累,可是靠着耶和华的喜乐就成为我的力量 好,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堂 我们最后一堂的给神最好的 给神最好的 我们将最好的信给上帝 我们一起来读明书记第十八章二十八节 明书记第十八章二十九节 十八章二十九节 奉给你们一切的礼物 要从其中将治好的 就是分别为圣地献给耶和华 我们感谢主 在这三十六课里面我们用了这个 Fly这个五个因素 就是使一个团队功能失调的五个因素 我们帮助了我们整理的一个架构 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后一课 当然是I inattention to results 无事结果 好,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课 其实是一个总结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 是启之以这个明书记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有谣记啦,举句 这一次特别提到举句 举句呢,举句呢 跟我们的 特别对我们职场的人很重要 就是换句话 我们的出手的果子一样 就是我们将我们最好的 怎么来献给主呢 所以在明书记里面 我们刚才所简用的经文 是从一个 虽然这句经文是向祭司讲的 我们也是神国里面的祭司 所以呢,你要即使 他们的收入都是 这个以色列人中的十一奉献 可是他们也要在这十分之一中呢 把最好的 献给耶和华 的几记 而归给上帝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背景 换句话 我们来总结这个团队的 最后的主题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团队的正面的引爆点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恩主我们求祢 继续地来带领我们 虽然我们来到最后一刻 我们求祢让我们在过去所学的 不是听过就忘 而是能够不断地 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理落地 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听了上帝的道 又去尊心的 求主 祢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 当我们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主题 把最好的来献给主 我们将祷告 来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祈求 Amen 好 最有效的团队 就是当所有的成员 他们都摆正站住 都在自己 把自己最好的 最真 最美 最善的 献给上帝 所以我们来看 先上最真 先上最美 先上最善 这三个整合的一个引爆点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所给神最好的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给的 我们的财干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财宝 都是神给的 我们要 做一个智慧人 要爱惜观音 而信实的来施展 神给我们的这一切的资源 使我们能够善以来管理 我们神给我们的财宝 经营我们的 应用我们的恩赐 去经营爱惜观音 我们敬拜神的属灵的行为 应该是献上我们整个人 我们的时间 财宝 财干 都是属神的 所以要记得 不是一种局部的献上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就讲 当将你的身体 献上当做活气 这边讲的身体 这是不是你献上你身体的一个部分 而是全人的 放在这个祭坛上 当做活气 这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整个身体的概念 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个整个的主题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呼吁肢体的 而基督的整个的身体 不是局部的 所以当我们在做团队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那些不体面 那些不体面 那真正在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要保养顾息 因为是整个身体献上 我们做领导的 我们在整个的身体里面 我们的责任 就是让大家都摆上 不是局部的摆上 这样的话 当整个团队 把最好的摆上的时候 我们一定来到一个 正面的引爆点 就好像 以赴手书第四章 史上节所讲 只等到我们就能在 真道上同归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圣量 换句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团队 我们要学习 我们整个身体 都是靠着基督 我们要联络得合适 摆接各按各自的 造作个体的功用 我们彼此的相处 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这个爱中 我们来建立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有提到一个字 有些翻译本 没有把它翻出来 如果你看 King James说是 和和本 和本把它翻成句句 在这个 King James 它是翻译的 Heave offering Heave offering 就是句句 在言文 希腊文叫做rum 其实这是一个 这个动作的含义 就是把最好的部分 分别为圣地 归给上帝 所以我们在讲 献上最真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 什么叫做真诚的态度 我们知道举句 在旧业里 读立位记 读民宿记 举句通常 跟谣记 是一起应用的 我觉得这个很好 谣记是 左右摆动 谣记 谣嘛 谣来谣去 就是东谣到西 就是 可是呢 举句是 从南谣到北 就是上上下下 所以这个跟我们 在讲这个引爆点 太适合了 因为我们讲说 匡度 高度 匡度 所以举句是高度 就是从下到上下摇 摇记其实 这种的动作 这些 通常你发觉 在旧业里面 这两个动作 一起用的 举句呢 跟摇记呢 通常是一起使用的 所以这种的起伏 上下 只把这个祭品 在这个祭坛上的 移动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最好的 献给主 我发现一些 从中教会很好 他这方面呢 在奉献的时候 包括了 每次看他们的牧师 他们就把他们的 现金 放到 举得很高的 其实就是代表 会中呢 都是把最好 最美的 献给 上帝 所以 祭师呢 将祭物 从祭坛中 摇来 摇去 这个叫 摇记 而举句呢 上下的动作呢 是 这种的是 高举 或是被举起的 意思 所以在大部分的 圣经例子中呢 举句是为了 有更高的目的 而举起 祭物的一个 最好的 一个部分 举句 同然是跟 十一封献 一起进行的 作为 作为对 立位人的 一种供应 就是让那些 传道人 可以养生 这些祭司之派的 他们是没有 自己的土地 他们无法 跟踪自己 他们没有房产 他们是依靠 这个十一奉献的 在民书记 刚才他们所读的 十八章 就是这样的背景 举句呢 就是一种 类似十一奉献 因为他是从人 一个出售的国中 献上的 也就是说 从每年收获的 第一个部分的出售 就是民书记 十五章上讲的 立位即将自己 也献上这个 基地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一样 他要在 耶和华面前 从这十分之一中 他显出一个 十一 来把最好的 献给 上帝 所以呢 这边讲到 把最好的给神 这次用行动 来表明 我们里面的真诚 当你把最好的 给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是对的 换句话说呢 我们在献祭的时候 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重要 所以我们拜父呢 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说 他说时候 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是用心灵和诚实 来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因为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拜他 所以当然 我们的奉献 是一种的 这种的献祭 是一种 从心理法的 那种的 现得甘心乐意的 神所厌纳的 祭祷 所以这种是 回应主的呼召 按照神所 赐的恩赐 才干在团队中 拜正站着 我们 刚才楚庸姐妹也要讲了 就说 其实我们 在这里拒绝了 我们 不一定是奉献 从金钱 有人奉献 时间 才干 你的时间 才干 金钱 这些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们 重点是什么呢 就像彼得前书 四章十节所讲的 个人要照做 所得的恩赐 彼此的服侍 做神 百般恩赐的 好管家 那如果有讲到的呢 就按照神的圣言讲 不要用 自己的话乱讲 所以服侍的人呢 要按照神 所赐的力量 来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 得荣耀 因来荣耀 全能 都是上帝的 自到永永远远 所以保罗 也同样告诉我们说 恩赐 也有分别 圣灵 却是意外 执事 有分别 助 却是意外 公用 也有分别 神 却是意外 可是我们 众人 在应行 一切的事呢 圣灵 显在 个人身上 是叫我们 众人 得一切了 所以呢 我们要按照 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有说 语言的 有照着信心的 程度就是说 语言做知识的 要专心做知识 做教导的 要专意的教导 做欠话的 要专意的欠话 施舍的 要当诚实 子里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这是保罗 在罗马书 第十二章 告诉罗马的信徒 所以 我们要以真诚的 智慧的心 来对待 团队的 每一个程度 没有骗见 也没有讲 所以保罗 在十二章 刚才我们讲的 讲到我们 跟此不同 来服事的时候 他接下来 讲什么呢 他说 当我们在应用 这些恩赐的时候 最要紧 从十二章九节 他开始这么说 他说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怨恶 善要清净 爱弟兄 彼此亲热 恭敬人 彼此推然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足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 要恒切 而且我们在这个 质地里面 一定有缺乏的 要帮补 磕 要一味款待 不是煮一道菜 这是我们要专心的 把最好的 给他们 所以呢 你发现 在一个团队里面 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真诚的 所以是不容易的 可是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需要从上帝 上帝所赐来给我们的 从上头来的智慧 因为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 雅各 怎么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中间 有谁是有知识 有见识的呢 那他就当在 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心来 换句话说 你应当所行的 跟你所信的 要相成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 嫉妒纷争 就不可以自夸 也不可以说谎话 阻挡着你 他说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 这是从地上来的 属情欲的 败坏的 因为在哪里有 嫉妒纷争 在哪里 何处就有搞乱 和各种的坏事 求主怜悯我们 就是连基督徒的团队里面 你发觉我们都 每个人都有 背负一些 过去的包袱 所以在 嫉妒纷争 多少少都有 只是一些 比较虚伪一点而已 不讲出来而已 人在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 有从上头来的智慧 以真心来对待 我们每个团队的团圆 而这种的智慧呢 是从上头来的 第一 动机调队 现实情节 后世和平 温良柔顺 蛮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因为能够使人和平的 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这是神所称赞的 去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 没有偏见 也没有假冒 那团队的合一 是 一面极其美丽的画面 今天我可能说 弟兄我很喜乐 因为 我们古今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在一起吃饭 很久已经 没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合一的团面 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片 就像诗篇133篇一节说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山 何等的美 好比那极贵的高游 交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又流到疫情 又好像黑门的甘露 降在西岸上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那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在一个团队里面 我们要记得 我们怎样宣传最美的呢 不止一个真诚待度 宣传最美的就是 整个团队在一起 整整齐齐的 家 要整整齐齐 大的 小的 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 我们要彼此同心 所以呢 保罗接下来 第六十二 罗马书十二章怎么讲呢 他说 我们要彼此同心 不要自欺高大 不要财大弃厨 我们要 导要辅救 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然后这边讲的最重要的话 他说 众人以为美的事 我们要留心去做 所以呢 这不是一言堂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善良 我们可以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是让我们能够来追求作业 所以保罗在这里 最后他怎么接受 他说 弱势能行 总要尽力 以众人和务 可能 在团队当中 有时候 很难达到这一点 因为有些 如果有谢曼人在当中 那就很难了 所以呢 可是他说 总要尽力 以众人和好 要众人以为美的事 就是我们真的要留心的起作 然后爱惜观音 成为时间的好管家 有谋略能力 明白事情的先后持续 我们真的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 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 一个智慧人应该是什么 他要爱惜观音 一个不懂爱惜观音的人 他不是一个智慧人 因为有智慧人知道这个世代邪恶 他趁着白日只能做功 黑夜来他不能做了 所以他很珍惜观音 所以他一定有计划的 他不是每天浪费任何时间 他做事来往奔跑 不是没有定向 打钱不是打空气的 所以保罗在一幅说书 也说第五章 他说不要做糊涂的 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如果你要按照神的旨意 去计划的话 那我们不能做糊涂人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在我生命中是什么 我们不要醉酒 酒能死能放荡 要被圣灵所充满 所以当我们被圣灵所充满 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好管家 我们才能够把最美的现象 在真言书第八章 有一段很好的 我们君王的能力和 跟我们换句话说 我们是有谋略的 八章十二节开始说的 我智慧以灵明为基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物邪恶 那骄傲狂傲并恶道 并且怪谬我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我有谋略 有真知识 我乃聪明 有能力 帝王借助我做国为 君王借助我定公平 一个治理 一个国家的智慧 所以我们是君王 我们是君主的基础 所以我们都是领袖 我们都是要领导 我什么要以手中的领巧来 领导整个团队 追求作业进入 那更高效的境界 上帝没有叫我们在那边 饶牵着 上帝让我们 你发现在旧业里面 你叫建造这个帐幕 这个会幕很重要 因为整个会幕的蓝图 是整个上帝的 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蓝图 虽然里面都是照着 上山的验尸 所以上帝给心中里面 有智慧的 做耶和华所吩咐的 就是帐幕 帐幕的帐篷 帐幕的盖 钩子 板 酸 组织 或是毛的座 等等 业柜 诗人座 这业柜的帽子 坐子 坐子的康 还有灯台 等等 还有 翻祭坛 同 祭坛 等等 所以你发现这些都是很精美的工作 还有精美的礼服 祭司穿的礼服 这些都精心设计的 所以你相信那一帮人多么追求着眼 因为他必须按照天上的样式来改 上帝拣选大卫王 因为大卫王的心是对的 他是赫神心意的 所以上帝告诉他说 来去牧养他以色列的百姓 所以在诗篇78篇72节说 大卫就按照心中的传证 来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 所以手中的巧妙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有见识 有见识才会美 然后讨神喜业的献祭 是把该献的最善的献给上帝 不是把剩下献给上帝 这个英文可能讲得比较传诚一点 Give God what is right not what is left 这个right and left left不只是左 而是一个剩下的意思 Give God what is right but not left what is left 换句话说 把该献的献给上帝 不是把剩下的献给上帝 我们献上那圣余的祭 是没有办法讨神的喜业的 如果你看马拉基硕 上帝怎么责备他们的祭祀 他说藐视我名的祭祀 万经耶和华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不仁尊敬祂的 敬畏祂的主人 我既为父亲 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 我既为主人 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这是主耶和华跟这些乱七八糟的 吉士讲的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陷在我的坛上 却说我们在何时污秽你呢 因为你们说 耶和华的坐姿是可藐视的 你们将下眼的献为祭物 这不为恶吗 将且腿的和有病的献伤 这不是为恶吗 你献给你的神长 祂祈祀祀愿力 祈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现在 我劝你们恳求上帝 祂好施恩于我们 这妄献的事 既由你们经手 祂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 所以圣经 你就稳计看马拉奇书第一章里面 那些堕落的 以色列的这些祭司 如何藐视上帝的名 祂不是把最好的献上 而是随随便便 所以我们侍奉了上帝人 不要随便 我们是否有没有把生命中最好的须业 用来侍奉上帝人 趁着年轻的时候 不是要趁着你走不动 躺在病床的时候 你才来侍奉上帝 不是等到你退休了 你才来侍奉上帝 所以职场很好 我们的工作就是侍奉 就是敬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不要等 那是错的 不要等到自己退休了 身体不如以前了 别等待 当你处在你事业最高峰 最忙的时候 你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你的工作是敬拜的行为 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如果你把上帝给赐灯了 上帝一定给你赐灯了 我们有没有发觉发展 发挥我们的 神给我们的旨意 来侍奉他 我们是否明白他的旨意呢 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 神说叫我们 他有他的命定 他期待你 他所善用 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要把神给我们这一切 我们把最好的 不断的发掘发展发挥 把最好的来献给上帝 就是按照我们的抚照 神给我们的抚照 在团队中定好我们的位置 所以我们以良善的动机 来处理一切财物 我们讲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宝就在哪里 所以呢 我们不要为自己 寄给财宝在地上 地上也从来要 会来嗅坏 贼会挖窟窿来偷 要寄给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咬 也不嗅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一个人不懂得理财 他的基督徒的见证 会好到哪里去 有些人 错以为越穷 他就越属灵 这是错误的 穷 如果 是自己找来的 自己的懒惰 没有好好的去经营 没有好好的善与利 钱财 这是不是属灵的 所以求主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的眼睛 我们对钱财的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of money 我们对钱财的看法重要 他说你的眼睛 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就亮亮 全身就光美 你的眼睛就昏化 全身就昏暗 你里头的光都是黑暗的 那光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所以我们一个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重这个是轻那个 所以我们不要 不能侍奉主 又侍奉妈们 所以我们的动机 我们要让金钱 作为我们 被我们使用的 他应该是我们的奴仆 不是我们的主人 上帝才是我们的主人 所以我们要以心中的从政 来牧养整个团队 以从政的心 来发展神所赐给我们 一切丰富的资源 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 上赛课也讲 我们的心很重要 所以在总结 这个合一团队 建立这一系列 灵良课程里面 我们要真的 重点 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要成为一个 有见识的管家 忠心的仆人 和一个好牧人 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 来献给上帝 因为这世界 和其中所充满的 他住在其间的 都是属于耶和华 他把地建在海上 安在大水之上 所以今天如果 我们要登 耶和华的身 我们站在他的身上 我们必须要守洁信心 不向虚妄 而且启示 是不怀诡诈的人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主力 我们是君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 我们把最善 最美 最真的 献给我们的主 因为他配得 我们的敬拜 配得一切的荣耀 赞美的上帝 我们一起同心的 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来接受 这三十六课的时候 主啊 你让我们 不断的反复的来思想 你真理的奇妙 你的真理的纯洁性 你的真理的完全性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 落实 在建立我们的团队里面 让我们真的 无论多强 都不要独自飞翔 我们要在团队当中 学习跟其他的肢体 建立起基督的身体 满有掌声 基督的声量 感谢你 祝福 每一个听见神的道 又起尊心的人 感恩 赞美 奉耶稣 宝贵名其全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